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退了房 首先来到了我鱼室中心的橄榄市场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菜市场 相比起上个月我去过了巴塞罗那的市场 马尤卡的橄榄市场明显更加干净 但是内容相对来说也差了太多 接着我开始了重头戏 前往北边的索亚港口 和前一天的马德波萨一样 新城的索亚主城区也非常宁静 我原本的计划是乘坐小火车 从帕马一路到索亚 但悲惨的是 这种火车因为冬季检修 从上周开始停运两个月 然而从索亚到索亚港口的老电车还没有停运 这种木制电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电车的票价是本地人余欧 外地人七欧 实在是很坑游客 我这班电车仅仅坐了三位乘客 我还是其中唯一一位外地人 恭喜了他们七成营业额 电车开动的声音也很吵 司机也很随便 开到一半下车还去超市买了一瓶水 比起窗外的汽车 电车的速度实在是大倒折扣 后门乘务员也没有关闭 这让我想了三年前我在斯里兰卡 貌似巴火车的经历 但我心中的那股胆量已经被前一天拍延时吓退了 在玛尤卡有很多城市园 很多当地人都以此为生 如果是夏天来玛尤卡 还可以参观这些地方 二十分钟后 我到了索亚港口 旅游的淡季真是不一样 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 以这个港湾为起点 我将开启三个小时的徒步旅行 经过灯塔 跨越几座大山 重新回到市中心 这条以十字为基础的道路 事实上非常难走 我的脚也好几次都被崴到 但这样的徒步旅行 其实非常有意思 道路两旁的橘子树 寨栏里的山羊 都是这个小岛独有的风景 由于 heeft户口 那我可以留在增加 好 左边 左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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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的时候 道路两旁有好多橙子 香蕉和柠檬 我真的好想摘下来吃一口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不太爱吃水果 结果在前往机场的途中 我在市中亲亲朋友最近吃的一家西班牙小时 没想到我们店员只能用德鲁交流 这真不是德国的第十七的联邦州啊 三天的旅行虽然因为我的醉酒被缩短到了两天 但旅行的精彩程度仍不打折扣 有时候选择在当机出行 不失为一种又有时间又放松的旅行方式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悠悠这种全新的解说方式 找到自己的看法 顺便哪个赞关注我哦